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过去多年,二战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,据统计,世界人口的80%被卷入二战中,交战双方总兵力多达1.1亿, 在战争中丧生的总人数大约来5000万,其中中国军民伤亡就多达3500万人,这次战争的直接军费消耗有1.1万亿美元,占所有参战国,当时国民总收入的大半,此外,还有4万多亿美元的物质财富被毁坏,人类多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半,你知道吗?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可是牵扯到了五大洲,这五大洲分别是亚洲,欧洲,大洋洲,非洲,北美洲,所以说它的影响范围很广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目前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,对当时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从欧洲到亚洲,从大西洋到太平洋,先后大约有6,一个国家和地区,20亿以上的人,被卷入这场残户的战争中,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区域面积可以达到2200万平方千米。 在这场战争中,军民共伤亡达到7000余万人,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多了500万人,而同盟国的军民伤亡达到了6101万人以上,仇新国的军民伤亡达到了1200万人以上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差不多损失5万多亿美元之多,在给这场战争中的有些人民损失巨大,甚至付出了生命。 幸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中国、美国、苏联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,赢得世界和平而告终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德日,一等法西斯国家实行侵略扩张,争霸世界全所调起的,经过多次局部战争逐渐演变而导致的全球战争,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的参战兵力达到了17亿人。 在这场战争中的著名战役,有很多比如说外国的偷袭珍珠港,日本,太平洋战争爆发,二战进一步扩大,中途老海战,斯大林格勒战役,阿拉曼战役,北非战役的转折点,库尔斯克会战, 柏林战役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,不列颠空战,国内的有中国的百团大战,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攻势,台尔庄大街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一个大胜仗,是中国国民党将领李宗人指挥取得,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,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讯号, 平行官大街取得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,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役,八路军1150取得,这些著名战役有好多都是至关重要的,没有他们允许就没有今天的我们,我在这里深深哀悼,我们应该感激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,让我想起了一首歌追梦式子心。